看著現在的蔡政府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大量的在販賣王國感 可是販賣王國感之外 還要給你有滿足感 什麼樣的滿足感 行政院主計是說 2018年的時候 我們國民所得已經到達了 年所得65萬元以上 這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的收入變得更高了 如果說你有達標的話 那你一定要投給蔡政府 但是如果你沒達標 表示你欠蔡政府的 你一定要投給民進黨 是 立剛照理來說 我們是個民主國家 民主社會 那民主社會應該一切 都有選票來決定 那選民如果不認同你 當然就不支持你 你就下台一鞠躬 你就是要去反省自己的錯誤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民進黨好像 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他們的想法 好像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應該跟有一個人 說一聲很抱歉 那市民做了什麼選擇 自己要負點責任嗎 就這樣好像被一個小孩 把那養到你都被騙走了 所以1點11號 就把小孩子收回來 都不認同 你看 他們現在就是 好像一副就是 你現在韓國瑜第一次算他厲害 第二次就是 你再投給他的話 你就笨蛋 你知道 你們就是笨蛋了 然後甚至有人說 現在連五歲的小孩子 都知道不要投給韓國瑜 如果有人拚拍照的話 讓他選上 台灣就會完蛋 這什麼言論 而且真的要拚拍照 誰會拚拍照 當然是民進黨 執政黨 現在中全會全部你的人 是 沒錯 全部整個國家基地 你在掌控 誰能夠拚拍照 就只有你民進黨 才能拚拍照 所以會講這種話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腦袋 邏輯在哪裡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現在 他拚命用一些數據 來美化告訴我們說 台灣人好幸福 然後你如果這樣真的被洗腦 那你就夠呆 他說現在我們所有這個 有所得收入者 國民平均已經來到65萬5千8 聽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還不錯 2萬多塊美金了 然後35歲以下 年均所得4.37萬 看起來好像也不錯 平均一個月有4萬多塊錢 也不錯 這麼高 對啊 問題來了 你看馬上 我做便利商店大業班 月休8天一個月領 3萬5 一年才42萬 我對不起大家 我拉低了平均所得 然後甚至有人做這種酷手圖 爸爸 你今年年所得有達到65萬嗎 兒子別說了 我不只沒達到 還拉低了平均 結果生日沒有玩具 你看看起來很可憐 但是我跟你講 你以為這只是開玩笑而已 抱歉 這個就是事實 因為太多的人根本感受不到 今天蘇貞昌講的又更好笑 他說我們現在已經超英感美 我們現在跟美國 德國並列 全球競爭力第四名 這麼厲害 根據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 但是我就覺得奇怪 我明明看過這數字 不是長這樣 我一去看 台灣競爭力排名 明明就是第12名 人家顯得清清楚楚 你孫燈昌在講什麼 假新聞要關三天 你現在自動進去關 身為行政院長 還放這種假新聞 你要不要臉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都看到 最近常常有什麼出事 外送員在出事 你看10號晚間 一個29歲的馬姓男子 他的騎車行進桃園市桃園區 博愛路跟小貨車正面碰撞 結果不幸當場遭到撞飛 就送一不治 然後13號晚間 一個20歲的黃姓男子 也是行進士林區中正路 遭後方小客車追撞 當場卡在兩車中間 送一不治 今天中午 一個外送員在新莊 遭闖紅燈的貨車撞上 整個機車撞飛 人還彈飛三公尺墜地 現在留院觀察 希望能夠有好消息傳出來 這幾天這麼多人出事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最近是不是在街上 看到很多的外送員到處在跑 滿街這樣飛奔 為什麼會這樣子 難道是因為台灣經濟太熱絡了 所以大家生意太好 所以又需要這麼多外送員嗎 不是 其實根本不是 為什麼 很多人是兼差的 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的正職 辭掉來做外送員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外送員 比較能夠多賺一點錢 那就表示什麼 台灣現在一般的工作 可能我做了 我也養活不了自己 所以我只好去兼差 要不然就是我自己的正職 恐怕收入都還沒有做外送員高 所以我只好來拚 你知道這麼多人來做外送員 其實會造成一個什麼結果 你知道 會造成大家的利潤都降低 因為太多了 太多人了 因為競爭 競爭他只好就把利潤越壓越低 即使收入比沒有以前高 平均每一單的收入沒有以前高 加入的人還是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其他工作好做 我做其他工作 我可能賺不到這麼多錢 所以只好越來越多人投進去 所以這是對台灣來講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然後結果你知道 現在很多這一些做外送員的 公司是沒有幫他保險 沒有幫他保險 一旦出了車或一旦出了意外 請問怎麼辦 一開始政府還在那邊 吱吱吱吱講說 這個要看情況而定 後來許明春被逼得不過了 他終於說 好 我們現在要求業者 一定要做什麼什麼動作 這樣是不行的 怎麼樣講這些東西 問題是你們這一些大官 真的有在乎過台灣人的 這些勞工的辛苦嗎 這些勞工的辛酸 你們真的有體會嗎 蔡英文口口聲聲都說 他永遠勞工是他心中 最軟的這一塊 可是事實上是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他說了什麼話 因為我們現在需要營業休啊 或是不會 那你不是跟我說啊 因為老闆說嘛 台灣就是這樣 這個勞方都不是 跟資方說 就是來跟正名大跟 村長 我們看著五天之內 三起的車禍都是外送員出的車禍 而且看到這些外送員 他們真的很辛苦 一台機車 一支手機 他們就可以做外送員了 而且投入的年輕人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 但因為投入的人越多 相對的他們的業績來說 相對你要用拚速度的方式 才能賺到那個業績 而且相對的之下 競爭力變得更劇烈 他們賺到的錢 而且又越來越少了 可是今天主技術卻說 我們今年的整個 國民的平均所得來說 是創新高 各位 套一句年輕人 一般庶民所講的話 我今年沒達標 我拉低了整個水平了 這個外送食物 應該是台灣的美食大革命 這個我們也是都 我最近才接受到說 有外送食物的這樣一個資訊 我雖然是跟得比較慢一點 但坦白講 這個真的是 你只要訂一次以後 還真是會上癮 我現在幾乎就是 快要每天訂的 我到樓下去取餐的時候 我們的管理員也跟我講說 這上個月還沒那麼頻繁 最近這一整個月 好多外送員 三起車禍 兩個死亡 一個重傷 這一個 後來我們再去察覺以後 才發覺到說 他們不但有這樣的一個 死亡風險 他們甚至有些時候 他們為了要搶快你知道嗎 搶業績搶快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違規 還有就是說萬一不小心 他們去撞到名車你知道嗎 不小心去撞到B&R 不小心撞到賓士 還是去撞到馬山拉底 馬山拉底 對 一天可能一整個月的錢 都不夠賠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 還是前不後繼要去做 坦白講就是真的 年輕人現在要找工作 沒有那麼容易 你這個做大業班 你又要日夜顛倒 薪水可能 坦坦的不夠顧身體 做這個外送員 你看那個保險 政府又沒有 政府的永遠 我們的條文跟不上時代 最近可以說外送業才蓬勃發展 但我們的這些保險條文 你看這一些年輕人 有人因為上工第二天就車禍 結果保險都還沒有保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前不後繼 然後又這麼風險 這麼高 為什麼 薪水難賺 外面的工作 第一個找不到 那個履歷投出去以後 然後好久沒有下文 投履歷 到處投履歷 然後就投到 跟投到海裡面去一樣 所以只好去當外送員 當外送員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冒著可能其他的 任何的風險 結果賺的真的是一生而已 所以真的是 年輕人到底有沒有未來 這國家不是說 用一些美化數字來欺騙我們 我們就能夠保實感 但國慶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許許多多的庶民 為了生活而努力的工作 但是因為薪水的不夠高 有許多人跑去當外送員 去賺那些外塊 重點就是要貼補家用 結果相較之下 現在民進黨裡面 許多人在吃香喝辣 甚至有個人拿個皮箱300萬 就這樣子掉在高鐵上面了 相較之下 差異真的非常大 怪不得許多民眾看到 現在主計處出來說 我們平均的國民所得在 65萬元的年薪 現在這個時候很多人心中 非常的不爽 平均的65萬元 來 財政你們這裡是大 你們一年有賺65萬嗎 沒有 我們這裡一口同聲 這些農民朋友都一口同聲 說沒有 比較大聲的 你們有賺65萬嗎 沒有 你知道現場多少人嗎 他們不好意思入境 大家聽到這65萬 連心所得 他們都無感 這個車禍的問題 真的我們很惋惜 兩個年輕人就這麼 年輕的生命 為了要養家活口 為了要多賺一點錢 可能有的是為了要奉盡孝敬 孝敬父母 幫家裡貼用 這樣一個年輕生命就來努去 你知道嗎 現在我在嘉義在跑行程 很多網路民店 門口排的不是客人 門口排的是一些送貨員 他們在搶單 他們為什麼要搶單 因為他們要多跑一趟 多賺一點 他是用累積單數 來增加一些收入 這艱苦人是我年紀艱苦 這在這裡官二代 還是說這裡官犯子弟 他們沒辦法去理解 他們不知道這一些人到底有多辛苦 政府也要有一個配套措施 他們不是直接跟這一些商家契約 他們是只負責載送 他們有沒有保險 他們有沒有勞保 他們有沒有福利 他們每一天要爭取時間 為了貼補家用 為了要讓家裡好過一點 為了要改變生活 你看台灣年輕人多可能 五年要辛苦 所以對這兩條生命 我想我們全台灣的人都很難過 希望這也不要一直的發生下去 要趕快有一個措施配套 讓這些年輕人 讓所有的行路人 都能安安全全的出門 快快樂樂的回家 這才是我們要的社會 不是像這些年輕人 你看看 你看看 七到二十多歲 七到二十多歲 我辛苦 現在的人都少指化 現在很多家庭是只有一個孩子 只有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只要出門 家長就會擔心他 會不會平平安安的回家 所以說還是希望我們政府 趕快針對這一些送貨員 他們的送貨過程 包括他們的保障 包括行路人的安全 來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但惠玲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薪水真的很難賺 但是你為了養家活口 你只好兼差去當外送員 為了就要拚 賺那麼一點微薄的薪水 多一點點讓小孩 可以吃飽一點點 可是我們可以看 出了事情了 現在這時候勞動部說要查 會不會搞到最後變成蔡政府 所講的一句話 你自己去問你的老闆 可是我們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蔡政府唯一的目標是什麼 2020的連任大業 得拚到連任不可 其他事情以後再說了 本來就是 我就跟大家講 現在所有的部會 其實都在拚選舉 其實真的沒有人要為 這些勞工朋友 設身處地的著想 我坦白講 現在出事了 由於最近接連出了幾件 外送食物平台的車禍事件 非常的不幸 所以他怕這樣子的事情 會撼動他的選舉大業 所以現在勞動部長許明春 又開始說 我們要詳查 到底是雇佣還是承攬關係 其實你早就知道 這些食物的外送平台 已經漸漸位為風潮 不是嗎 大家現在 因為現在人生活很忙碌 很多時候覺得節省一點時間 去外面用餐 就是節省一點時間 所以現在這些外雇員 很多你知道像這個碩士畢業的 很多說是畢業的 像這個議員助理等等之類的 他覺得我幹嘛要當那個助理 我當那個助理一個月 也不過可能還不到他們講的 什麼平均薪水 有什麼五十幾萬見鬼 沒有這樣的數值的情況之下 人家願意去到外送員 可是外送員非常的心酸 他的一個雇佣品質 是沒有保障的 而且他要冒著這樣子的 這個交通庸色 然後去跟人家騎 去騎摩托車 因為摩托車機動性才高 所以摩托車本來就是一個 最危險的一個駕駛工具 他當然現在出事了 然後我們政府就說 我們要辦 我們要查 問題是之前你在幹什麼 就好像斷橋事件 橋沒有斷下去的時候 你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那麼久 都不去對這些斷橋做檢測 你根本就草菅人命 現在出事了 大家就說要做做秀 我可以跟大家講了 外送員這個行業 不會因為幾條年輕的生命 可能不幸失去 而就不會再有 更多年輕人想要去做 為什麼 因為你們講的那種 平均薪資的數字 就好像賴清德之前講的 我們勞工平均薪資有5萬 很多勞工就吐槽他 沒有5萬我是找你領對不對 沒有5萬我可不可以算低收入戶 沒有 蔡總統會說 你自己去找你老闆 沒有錯 所以今天他所在乎的 他只是在乎 他的這些裙帶關係的小嬰女孩 小嬰男孩 這些人有沒有把位置佔滿 佔好 這麼多的位置都還不夠他分 因為為什麼 這不是個人吃到飽的問題 他們還有他們的子女 也要吃到飽 吃到好 所以他根本不會管你年輕人 包括現在對大陸出口 佔台灣的40% 這樣的出口量的萎縮 還沾沾自喜說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增加 問題是對美國出口 佔台灣出口只佔14% 你再怎麼增加 在比例上來講 台灣的經濟就是不斷的下滑 我如果各位年輕朋友 繼續相信蔡英文這種假數字的 自欺欺人的話 我真的覺得再被他騙去 台灣年輕人真的是 沒有前途跟未來 庶民的一般的生活是越過越辛苦 因為最主要經濟的不景氣 可是政府卻認為說 是你們庶民欠我的 蔡總統到了台中去 居然要台中市民去跟林佳龍道歉 因為是台中市民欠林佳龍的 可是看到林佳龍 他卻說到說 你第一次會投給韓國瑜 是因為算他厲害 但是你第二次再投給韓國瑜的話 那你就是笨桶了 可是他自己為什麼都做不好 他們卻反而都怪是庶民的錯呢 我比較了解民進黨 所以我給這些好評給大家報告 你現在我剛才跟這些素育 我有一個兵金 年收金六十五萬五千八 一月那兵金起來五萬四千六百塊 你贏不到人關鍵去總統府 那我不會跟你贏你贏你贏了 他們有你法的贏你贏了 整頂都帶到總統府贏了 這個政黨為空天下不亂 無靈全文在外出發行 他不是今天說台中街而已 林佳龍不是這樣說 蔡英文 總統跟高雄有沒有 也當我們高雄這樣說 說單局是大小孩 讓人翻招呼 是 這種政黨我也故意說 這種政黨你如果再相信下去 這樣我也沒辦法跟你們說什麼 我今天要送你們一句 愛國要決心 要決心 要決心 我們年輕人朋友 我們都白目生 你要記得 我們都白目生 我們不出幾個像林輝煌這樣 口語歌這樣 說要等一會兒領這樣 跟他領坐肝胃的人 那不幾個啦 那個人要記住在那裡 年輕的朋友我們要挖下去 爸爸媽媽生的 他是夢兒成龍 夢兒成鳳 他也是要說我們要回饋給別母 我們要賺一些錢給別母 但是我們有材料賺 但是民進黨在執政這個政府 讓我們無材料賺 這就是一個無靈的政府 他不能讓人民快樂 人民越艱苦 越善治 他們越好管理 越好僵持 這個民進黨過期的分為你記好 他不必讓這些素敏大家快樂 素敏快樂不必管理 他就是讓你們這些素敏都艱苦 他們這些大冬大冬 就在這裡用這裡比較僵供你們 你僵侯你就會過多 你就要民進黨再撲去 所以民進黨現言 他不想看一般素敏快樂 幸福 他們不想 所以他們一四人你選舉的中間 就是洗鬧 洗鬧 再洗鬧 你記好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要拆下來 改變的時代來 年輕人 爸爸媽媽需要我們他奉養 你不能夠有一天說 說手藥精 手藥用 手藥精 風不濟 手藥用 義親不載 你不能夠那時候來合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拆下來 民進黨讓我們不客氣 我們冠軍的路程 不可以騙他 不可以怪他 因為這個事竊是我們要重新出發的事竊 所以民進黨和美國 我們才有未來